那为什么我放今天说错 错的原因很简单 我们觉得当你见到别人比你自己好的时候 我们把这种人简称为 见不得人 更短的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叫他见人 做一个见人有什么不好你知道吗 就像我刚才的例子 修画上一季赢了我心里就算 这一季他第一场输了 冰友打开他5比0 谢谢冰友 谢谢你 可是然后心仪讲他复活了 你看我心情是阴情不对的 上上下下的 就好像我是一台TV 然后我身边的人全部是离物控制 他播韩剧我就 Honey, how say you? 他播台湾剧我就 真的假的 欢迎光临 我就是TV 所以我放今天说 你要意识到你这样的心态是错的 你就可以成为自己的离物控制 你想看什么节目你就看什么节目 你想看什么 是法事稿峰会对不对 太好了 可是如果像对象这样子的想法的话 禁不得别人的好 什么都禁不得的话 我告诉你你最大的错是什么 错过 谢谢 我觉得博星 综艺感大爆发 好强哦 去年不是那么强 对啊 他去年没有这么有综艺感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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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看看看这之后 有综艺感大爆发